只是可惜,这相似的性子,却偏偏不是紫园。或者说,正因为他不是弟子园,才会得尽地心,身居朝堂高位。笑容一点点浮现唇角,安宁端起桌上的酒杯,徐徐入口,唇香浓烈,他抬眼,叹了口气,任将军,你与举了。 一语落定,安宁起身,轻拂袖摆,转身离去。行到门前,顿住,我只当今日从未听过此言。安乐,记住,无论父皇如何看中你,你永远都不要在他面前提及递家之事。 安宁的身影消失在二楼,任安乐将手中的酒杯随意地扔在桌上,碰出清脆的响声。他闭上眼,手指合成圆在膝盖上倾扣,神情冷沉难辨。 安宁是个称职的公主,事关皇家隐秘,一句口风都不录也是正常。只可惜,却不是他想要的答案。 门外脚步声响起,任安乐促眉望去,眉头稍斩,你今日怎么离府了。 洛明熙自小身体变不好,一入深秋,便在洛府里养病。 洛明熙挑了挑眉毛,解开披风扔在榻上,经成万成这个样子,我懒得被卷进来,连右相都称病在家,我身份敏感,自然是要躲躲。 见任安乐神情沉郁,笑道,不管是谁入宫行刺,倒给了我们一个好机会,左向施力大减,对靖南更有利。 任安乐笑笑,行刺之人,出乎我意料,老谋深算,不留一点痕迹。 我替他多做些事,让全京城的熏贵都有嫌疑,皇城里的老头子疑心慎重,自然会迁怒使家。 你早就猜到,他会换下九门提督。 任安乐点头,我只是没猜到他会让我暂待,如此一来更好,直接将军饷摊末接出来,省得麻烦。 左相倒是受了迟余之灾,经此一事,他与你积怨更重,恐不会罢休。 他全清朝野十来年,做下的措施必定不少,一桩桩摊开算是便宜了他。 任安乐声音淡淡,神色昏冷下来,再说,我与他的夙愿也非一日。 那封勾结北秦的书信便是左相亲自从帝家搜出来的,一百多条人命亡于他手,帝家于此人,不共戴天。 洛明熙知道意识口快,忙道,安乐,朝堂凶险,你如今又入了内阁,万事小心。 皇城行刺的,视察得如何了? 任安乐要顾及朝政,难得分心,行刺之事便交给了洛明熙打探。 洛明熙躺在软榻上的身子微顿,手撑在额头上,回得云淡风轻,还没有线索,你只管顾好内阁便是。 听闻帝承恩几日后会在东宫设宴,他没有邀请你。 一群大姑娘伤春悲秋,吟诗作画,我一个上将军跑去掺和什么? 任安乐白首,没一扬道。 洛明熙痴笑,你这是打肿了脸充胖子,招惹了别人未来的夫婿,帝承恩这是在落你的脸面呢。 未来夫婿,这儿八斤算起来,任安乐摸着下巴,你确定寒夜是他帝承恩未来的夫婿。 洛明熙笑声顿住,谋色一声,安乐,你莫不是对寒夜另有打算? 哪里会? 任安乐被洛明熙端正的脸色唬得一跳,缓了缓才道,我们当年就他一命,他在泰山以帝家孤女的名分背近十年,算起来两不相欠。 他要嫁入东宫,是他自己的选择,日后缘法寄予全凭他自己,我没有插手的打算。 那寒夜呢?你愿意他娶一个和帝家根本毫无干系的人? 任安乐沉默半赏,常常吐出一口气,娶妻的是他,若是自己认不清,又能怪得了谁。 任安乐性子里,天生带着帝家人的乖章,在他看来,寒夜娶妻是自己的事,实在和他扯不上什么关系。 洛明熙笑笑,不再提此事。 左相府向来门庭弱势,近月来因君享贪末一事,被牵连,嘉宁帝令其休养在府,门前才算消停了些。 只是有江飞在后宫,九皇子又进驻西北,左相余威尤存。 相府书阁内,管家轻声走近,见左相一身如府手握狼嚎,泼墨挥洒,颇为意外。 上前禀道,老爷,蒂小姐差人送来的,说完将一封信递到左相面前。 左相眉毛动了动,放下笔,撕开看了片刻,点燃火折子烧掉,有几分满意。 管家心底一动,盲问,老爷,可是蒂小姐送来了好消息。 左相点头,他颜策封之时会向陛下敬言为太子纳策妃。 老爷当初不是说小姐不入东宫一可,眼见手忠密信已成灰烬,左相长舒一口气,陛下怕是对我已经不满了。 威定侯,见安侯如今被陛下所弃,相府若能和东宫交好,也能稳固我在朝中的地位。 这次是两位侯爷自己犯了大错,和老爷没什么干系,再说老爷之事,在朝中无人可比。 糊涂。 左相冷贺,见安侯乃陛下亲旧,仍然难逃天子之怒,你以为本相还能安稳。 他神情素冷,引有怒意,行刺之事没有留下后患。 我原意以为陛下只会惩戒禁卫君统领,没想到连九门提督也会受到牵连。 威定侯府本就是帝都世家翘楚,陛下此次是冲着氏族来的,他是怕我们这些老臣妻主。 这次无论是新入内阁的人安乐,还是新晋的寒门子弟,龙赏的老将,皆在朝中为中立之事。 两相制衡,对太子更加有利。 老爷,陛下尚在壮年,西下又有五皇子,九皇子,太子若是大,对陛下并无好处,陛下何以会如此行事。 管家确实难以明白嘉宁帝的心思,陛下虽对太子看重,却从未如现今一般给予太子如此实权, 连这次提拔的兵部尚书也是太子身边的蜀臣赵炎。 左相威一沉默,行至窗前,半赏后,悠悠道,是老夫这次失策,温朔乃太子进尘,聪明绝顶,日后定成大患, 我本想这次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,没想到太子会亲身涉险,处了陛下逆临。 嘉宁帝居皇位十几载,动怒之势极少,太子在五柳街险些葬意大火, 或许才是京城氏族被迁怒的真正原因。 当年,嘉宁帝虽为嫡子,却因帝尽安的存在只能封王,日日如履薄冰。 左相一直深知,嘉宁帝因自身遭遇对嫡子格外看重,是以外孙虽为皇子,却一直未露出争处之意。 老爷见左相沉默,管家小声唤道。 左相白手,派人告诉帝承恩,这个秦老夫领了, 若东宫和相府关系能缓和,日后定当全力助他。 另外告诉他,任安乐对太子之心昭然,帝小姐若是腾出了手,不妨动他一动。 管家神情一正,这还是向爷头一次认真吩咐地承恩去对付任安乐,显示对他已忌惮极深。 管家应声退下,左相复行到桌前,拿起毛笔继续写字。 自认安乐入京以来,先的世子拥护,在平南方民怨,错目亡不忠之心。 如今军饷之案后,连手握兵权的老将都被其收拢。 一年之内,联立大功,入主内阁,任安乐此人,已成大患。 笔是陡然而止,宣纸上重重的珠字冷意弥漫,左相眉头紧皱,放下了笔。 嘉宁帝遇刺后,太后免了后宫妃嫔请安,开始在慈安殿后的小佛堂吃斋念佛,为皇家祈福。 嘉宁帝也有一月未曾见到太后,这一日批完奏折,已尽黄昏,便领了照符,去了慈安殿。 这还是军饷摊默案后,嘉宁帝首次来向太后请安,张公公远远瞧见嘉宁帝御驾,惊喜帝后在殿前,带嘉宁帝一下预念,立刻上前恭迎。 陛下,太后在小佛堂等您。 嘉宁帝白手,一众内试退了个干净,行过安静的慈安殿,推开小佛堂的门,太后一身长服,手握佛珠立在堂中。 她静默伴上,走近,缓缓开口,母后,已入深秋,佛堂清冷,还是少来得好。 皇家孽障太多,爱家若不为你们父子俩祈福,心里头不安生。 太后转身,坐到窗边软榻上,朝嘉宁帝招手,皇帝,坐吧。 待嘉宁帝坐下,太后叹了口气道,你今日才来,想必想好了如何安置帝家的丫头。 嘉宁帝笑笑,看来还是母后了解儿子。 这次君想贪末之事,你对建安侯府如此轻放,便是为了让哀家不再阻挠地成恩入东宫。 母后哪里的话,舅舅年纪大了,儿子这个做外甥的,自然会让她荣养天年。 太后沉默片刻后,才叹了口气,皇帝,哀家一直知道你对太子格外不同,往日纵容也就罢了, 东宫太子妃是大静未来的皇后,帝家虽然衰败多年,可难保不会有对其忠心的外臣,她日若成大患。 母后多虑了,若帝成恩有这个本事,儿子自然不会让她入东宫,太子坚持虽是个原因, 但这次她救了儿子,朝中老臣多为其敬言,让她入东宫可得朝臣百姓之心,与我大尽无害。 此时儿子已经决定,下个月会为太子和帝成恩赐婚,母后等着喝嫡孙媳妇进的茶便是。 嘉宁帝笑着说完,扶了扶一袍,出了慈安殿。 守在外面的张福见陛下亲临后太后仍未从佛堂出来,亲手亲脚地进来请安。 不料见太后满面,肃冷立于佛像前,上前换道,太后,夜深了。 地圣天,你地家女儿要嫁入东宫了,你可满意。 太后对着佛像,声音悠悠,突然开口。 张福心底一骇,退到一旁。 她以为拿太子和朝臣为借口挨家便不知小她心底在想些什么, 她是对你有愧,对先帝有愧。 太后顿了顿,指尖一紧,手中佛珠断裂,掉落在地。 敲击声在佛堂内骤然响起,她缓缓闭眼,嘴角勾出冷冽之意。 只要我还活着,你地家女永远都不可能为大敬之后。 当年如是,如今亦然。 薄薄的冷汗自额间而出,张福跪倒在地,抬头瞥见太后冰冷的面容。 忽然一起当年,地家一招轻颓,满门接末,埋下了头。 十五这一日,踩着一双木鸡在院子里,调廊当拔草的任安乐收到了一份礼物。 这份礼物有些奇特,一张薄薄的琴帖。 只是这琴帖镶着金线,纸质是玉贡的江南宣纸,桥上去着实有些奢华。 任安乐翻开,挑了挑眉。 东宫一宴,近带任小姐前来,帝是承恩。 短短十几个字,却让任安乐笑了起来。 满朝皆知他为一品尚将军,他却换他,任小姐。 帝是承恩,好一个帝承恩。 任安乐突然想见见,这个十年前被洛民西选中送往泰山的女子,如今究竟是何种模样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